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学期间 学习室内设计的知识是不够的 因此通过室内设计培训班 让学生在面对就业时 能真正起到帮助学生面临掌握室内设计的知识和技能 近几年来 应届毕业生往往面临着许多就业难题 在大学期间 光学好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 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不够全面 出于这个原因 以及个人对教学的热爱 林金勇于2012年创办了Liquid Core室内设计培训班 创办人希望 通过室内设计培训班 让学生在面临就业难题时 能真正起到帮助学生 全面地掌握室内设计的知识和技能的作用 这家培训班的课程分为两种 三维室内设计课程和弗里室内设计课程 三维室内设计课程适合初学者 但如果学生已经具备了室内设计的基础知识 将有助于更快地掌握其他具体的知识和技能 三维室内设计课程专注于室内设计的制作流程 教学内容 设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Ophirate设计课程则专注灯光渲染 及后期这作流程 教程专注于设计设计的具体案例 同时也给予三维室内设计显得更具有真实性和吸引力 学生的上课时间也比较随意 三维室内设计课程共14节课 每节课三个小时 Ophirate设计课程共8节课 每节课三小时 目前参与培训班的人数也有大约100位 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 这家培训班的教师都是室内设计的从业人员 及具有丰富经验的三位艺术家 同时这里的教学模式渐渐明了 使得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还有益于设计修改 节约时间 降低成本等优点 通过学习这些课程后 室内设计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就业时 就已具备了相关知识和技能 有些还帮了室内设计的自由职业者 有些甚至到国外应征工作 美图新闻 曾燕美,阿里杰雅宣曼,采访报道 室内设计业 室内设计业 室内设计业,尤其是室内设计业 在英国内兴起了一股热潮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 纤维人资的石头,水石 什么是水石呢? 它的艺术和收藏价子在哪里? 我们去看 通过学习这些课程后 室内设计专业的学生 在进入就业时 就已具备了相关知识和技能 有些还当了室内设计的自由职业者 有些甚至到国外应征工作 美图新闻 曾燕美,阿里杰雅宣曼,采访报道 宝石文化正在风靡全国 尤其是宝石 在英国内掀起了一股热潮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 纤维人资的石头,水石 什么是水石呢? 它的艺术和收藏价子在哪里? 我们去看 水石指的是经过上百年熔炼 铸造、淘洗、打磨而形成的石头 是大自然、鬼爷神工的杰作 它造型千奇百怪 颜色多种多样 水石艺术最早源于中国 远波至日本 并迅速遍地开花 启迪了日本水石上玩的思想 与正席卷印尼的宝石有所不同 水石是不禁人工加工或雕琢 全靠大自然的造化 宝石常被作为借着、追着等手饰 而水石的主要用途为室内摆射品 水石的种类丰富多样 大自然分为三大类 水石是有色彩的物色 水石是有色彩的物色 那,人体低实秘败 在是 一种粒给制服 是一種粒剧藥 在日本高度的质 minimum质为 是苏的菩薛 一块具有收藏价值的水蛇,必须三个面都协调,也就是说,前后,左右,应分别呼应和谐。 前后,左右,底面的大小,形态,厚度等方面都协调的水蛇,最受人们喜爱。 水蛇的硬度是必须考虑的一个指标。 硬度是低质学概念,其指标从1到10度,数字越高,硬度越大。 水蛇的硬度在模式7到10度最佳。 作为世界上火山最多的热带雨林气候国家,印尼有着丰富的水蛇资源,但其潜力未达到最大限度。 水蛇的水蛇在中心中,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 所以,每个地域都要尋找到的一股地域。 因为,从来这些人看来, 水蛇的水蛇在中心中,非常多。 然后,水蛇的水蛇在中心中, 水蛇在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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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